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7次定期大会开议 2号上午进行市长的施政报告 市长魏嘉贤他表示任期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会持续秉持着友善宜居安全便捷 族群共融观光活力四大施政理念 逐步要实现活力城市健康花蓮的目标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7次定期大会 2号正式展开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术 则是趋势上能够持续做好施政工作 共同来为市民造福 111年度 明年的 还有是今年的最佳预算 还有其他的提案 代表提议案 110年度总决算 市市政成绩单 希望同仁北域职权 检验市政成绩 同时策略未来 让市政更切合实际 市长外交界表示 任职不到一年了 他只是秉持着活力城市健康花蓮的理念 达成市政的目标 就任第18届市长职务进入到最后一年 这届的定期会也是倒数第二次 嘉贤一路以来秉持着友善宜居 安全便捷族群共融观光活力四大施政理念 专领公所团队已有限的人力 物力 财力 用稳健踏实的步伐 来推动各个市政的工作 希望能够实现活力城市 健康花蓮的目标 在今年的3月 疫情再度席卷而来 花蓮市公所在进行各项防疫工作 也持续同时的推动我们各项的基础建设 以下就仅这半年来所推展的市政业务 向各位代表先进们来做相关的报告 希望未来也能够持续的向更大的目标来迈进 以及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定调 病毒共存的一个防疫作为 许多的专家学者 预测全国三成以上的民众 将会染疫 朝最终集体免疫的目标来迈进 但还有许多身体比较 无法施打疫苗的长者 还有学童幼儿 都没办法来施拐相关的新冠状疫苗 倘若这些病毒传到他们身上 风险性会难以承受 所以花蓮市公所为的关心 长者及幼儿的安全 在疫情蔓延初期宣布关闭各个活动场域 老人会馆 福气站 以及室内运动场所 虽然有些民众不谅解本所的作为 但是还是希望民众能共体时间 为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请忍耐一时的不便 才能够降低传染的风险 也希望贵会市民代表能够多向区域的民众多多宣导 赐奖外加钱并且针对重要市政作为以及外来目标 包括完善基础建设 打造舒适家园 强化市府关怀 传承多元族群文化 后疫情时代等多项市政作为 希望在所会和谐的努力之下 共同打造最幸福的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